3.2 充分吸气 舒服的专注于放松 一个充分的吸气是长而深的吸入 以尽可能多的空气填充我们的肺 焦点依然是放松 但如果为了增加最后一点点尽量填充的机会 而造成身心的巨大压力是会得不长吃的 所以还是别做过头的好 缓慢吸气 要将空气填满肺部需要时间 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一秒钟内吸入尽可能多的空气 你会注意到只有胸部扩张 能利用的空气只占肺部的一部分 所以再次强调 请把吸气的时间延长 顶尖的自由运动员可以让自己用长达一分钟来完全充满肺部 当然你不需要做到那样 但可以尽可能的缓慢且过程舒适 在几次练习之后 你会注意到你能做得到 一气呵成 正如标题所说 你只能充分吸气提醒自己 即使在您开始放松阶段之前 您的身体氧气的 饱和度已经达到最大值 多呼吸几次 并不意味着储存更多的氧气 就好像已经装满的杯子中没有更多可以装茶的空间 两阶段的完整吸气 先从比平常稍微深入一些的呼气开始 这样一旦您开始吸气 您更能感觉空气深入你的肚子 第一阶段 腹部呼吸 专注于您的肚子 感受它是如何轻松稳定的扩张 花点时间保持完全的放松 当你的肚子完全扩张后 转移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胸部呼吸 藉由扩大胸部保持稳定的吸入 在这个阶段保持你的放松 并确保只有肚子周围的肌肉是活动的 当你吸气进胸腔时 要有意识地保持你的肩膀和颈部柔软 直到你舒适的感觉充满位置 记住 如果为了将最后一点空气推到你的肺里而牺牲你的放松 将会得不偿失 提示 在充分的吸气时 试着将嘴唇略为收紧 感觉听起来好像你经由一个看不见的吸管吸气 训练时 您实际上真的可以使用真正的吸管来延长您的充分吸气 稳当地从肺底部逐渐往顶部填满空气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充分的吸气 请注意 吸气是一个需要肌肉活动的过程 但是维持住体内空气则不需要肌肉活动 你只是关闭你的喉咙来达到这个目的 或者确切地说 你正在拉紧声带周围的肌肉 如果你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尝试一下 想象一下举重的过程 用力时你会自动呼气 然后突然把你的喉咙用大声的声音 类似于哼 完成一个完整的吸气后 以相同的方式 关闭你的喉咙 以保持空气在你的肺部 这样可以让您释放在吸气过程中 产生紧绷感 尽管你的身体受到举起重物的压力 你喉咙里的动作会保持让空气不会流出 接着在你闭气时 回到你的放松练习 身体扫描检查 有无任何紧绷的同时 享受纯粹又静意的片刻 感谢观看